Roy Lichtenstein,罗伊·利希腾·斯坦,是波普艺术中的另一位代表性人物 他的作品,比如《哭泣的女孩》、《咖啡杯》都是众所周知的名作 Roy小时候的生活环境不错,大学时修读艺术 30多岁的Roy还在寻找艺术方向 直到一天,他画了米奇老鼠这张画,改变了他的人生 他从此找到了自己艺术的定位 Roy的作品也是二次创作 他用油画的方式重新呈现美国漫画 在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不是艺术,也没什么创意可言 但就是这种做法与画风,反映了当年令大众感兴趣的内容 他用点、线、面来反映美国人的生活 在那时候,就连艺术界也非常讨厌他的作品 但不论怎样,他坚持自己的画风 模仿报纸印刷中的小原点 用这种方式去重新演绎不同艺术派系的剧作 具演绎声音、烟、风雨速度 画出一些没有实体的元素等等 再用互补色去吸引大家的视觉 不停地挑战传统 甚至做上现形雕塑 他的这种坚持改变了艺术界对他的看法 最后获得大家的认同 每一个艺术派系诞生 其实都是由于艺术家们 对过去或者现在的艺术演绎方式有所不满 小觑挑战与创新 在60年代 Royed出现就非常惊人 他的作品是反传统的 画风也与当年人们喜爱的抽象表现主义的完全相反 在当时 艺术更多的是一种行为 是用艺术家本身的情绪来作画 然而 年轻艺术家们觉得这样不能反映到人们的生活 他们不理会当时艺术界的看法 专心做属于自己的艺术 他在晚年 甚至挑战中国山水画 非常特别 满副争议性的画风 同时也充满意境 波浦艺术反映了当年的流行与生活 但也是这一群艺术家创造的潮流 真正改变了大家对艺术的看法 直到今天 他们的作品仍然受到追捧 影响着美学本身 波浦艺术这派系充满着众多争议 但同时也真正影响着世界